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3年的10月16日 这期节目咱们来聊聊苍州银行挤兑事件 这事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但对于中国来说,银行被挤兑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事 因为政府实际上可以采用各种强制手段来保护银行免遭挤兑 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其实非常有限 那么本次苍州银行为什么被挤兑 它为什么会被所谓的谣言重伤呢 背后又反映出中国银行业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这期视频咱们就来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苍州银行为什么会被挤兑 起因是什么呢 起因就是网上有人传出一份恒大在各大银行的贷款清单 苍州银行榜上有名 设计恒大的贷款被传有34亿,排名第16位 并且有人直接点名说苍州某金融机构要破产 这一下老百姓就恐慌了 觉得说的就是被恒大牵连的苍州银行要破产了 于是连夜去银行排队取款造成了挤兑 那么苍州银行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带给恒大34亿呢 这个还真是谣言 为什么呢 因为监管规定,银行机构对单个关联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所在集团客户的合计受信余额 不得超过银行机构上季末资本净额的15% 而苍州银行2023年半年报显示的净资产也就只有143亿而已 143亿的15%也到不了34亿 更别提前几年苍州银行的净资产更低 所以苍州银行是不可能给恒大34亿贷款的 后来苍州银行出来辟谣 声车恒大在苍州银行的贷款只有3.4亿 并且还在银行大厅放了一座前山 以此向储户证明自己的实力 我更信苍州银行所说的 他们给恒大的贷款应该是真的只有3.4亿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15%的监管限制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我对苍州银行这样的成商行的了解 他们能吃下的房地产业务基本都是边缴料业务 他们甚至很难投放一笔几亿的贷款 这是受到他们自身规模的限制 我们可以看苍州银行财报披露的前10大客户规模 去年底排名第一的客户贷款余额也就是12亿而已 而且看行业性质 我们就知道大概率是国企 所以恒大何德何能能一下跃居苍州银行的第一大客户呢 本次苍州银行事件我们不难发现 银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个微妙变化 就是老百姓已经不再信任中国的银行了 一点点假消息都会动摇老百姓对银行的信心 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我想这和去年河南村镇银行事件的发生脱不了干系 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彻底暴露了银行的底线之地 让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 已经受不得一点点的惊吓了 人们开始对银行感到悲观和怀疑 出于避险的考虑 老百姓就会在谣言面前 命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最后导致击对的发生 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 恒大持股盛金银行时候的合作程度 一般来说你如果入股银行成为某家银行的股东 那么你会非常容易从银行套出大恶信贷 而恒大甚至都不是苍州银行的股东 相比之下 我们看当年恒大在圣经银行的操作 2016年恒大花了139亿 买了圣经银行15.79亿股的股份 成为圣经银行第一大股东 然后在2019年 圣经银行定向增发 恒大又花了132亿 增持了22亿股股份 大家要知道 银行可以通过股份增发来扩大资本金 监管对圣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考核在10%左右 所以恒大这次操作 可以看作是给圣经银行 注入了132亿的资本金 按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既这笔钱可以放大10倍 让圣经银行多放出去 1320亿的贷款 也正是如此 恒大才可以从圣经银行 拿到源源不断的贷款 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各地财政 都非常愿意给本地银行补充资本金 比如今年4月 辽宁财政就给圣经银行补充了150亿的资本金 那么我们一推算就不难得出 圣经银行会因此多出来1500亿左右的放贷能力 而这1500亿又可以放给辽宁当地的国企 或者地方融资平台 财政一导手 进去150亿 出来1500亿 这就是银行杠杆的作用 但是银行的这套玩法 要想持续下去 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不能有太多的坏账 你一旦出现太多坏账 那么资本金要优先被计题去弥补损失 资本金一旦减少 那么银行可放的贷款规模会10倍的减少 比如我们还是拿圣经银行举例 今年4月 辽宁财政给圣经银行补充了150亿的资本金 但是圣经银行比如坏账增加了50亿 所以这个150亿中的50亿 优先要去填坏账的坑 所以最后圣经银行等于只增加了1000亿的放贷规模 一下就要少放500亿贷款 财政从投入150亿拿到1500亿 变成投入150亿拿到1000亿 这杠杆一下就降低了很多吧 所以同理我们就不难发现仓州银行的困局了 仓州银行一年的净利润也就只有12亿左右 就算一点都不分红 全部拿来补充资本金 每年也就能新增120亿的放贷规模 所以假如人们信了谣言 认为恒大在仓州银行有34亿的不良贷款 那么仓州银行确实是要破产了 因为34亿意味着它要回吐三年的利润 如果你还想报表好看 业务能发展 那么只有去找钱来填坑这一条路了 但是哪怕仓州银行只是被恒大坑了3.4亿 其实这个伤害也是巨大的 刚才我们讲过资本充足率的问题 对吧 你不良贷款多出来3.4亿 这就意味着仓州银行第二年能用来补充资本金的钱 就会少3.4亿 那么能投放的贷款规模也会少34亿 贷款放的少了 那么利润增长也就少了 这又会直接导致明年的报表比今年的难看 所以对银行来说 有两件事它特别有动力去做 一件是掩盖不良贷款 道理我们已经说过了 第二件事就是努力上市 因为只有上市你才能借助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 比如我们看A股每年一堆上市银行在订增 为什么 就是为了给自己补充资本金 扩大自己的规模 进而赚取更高的利润 至于中国的银行业究竟掩盖了多少不良贷款 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做的那期关于圣经银行的视频 按照圣经银行的情况推理 保守估计不良率应该是目前公布的10倍 今年二季度末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整个商业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是3.2万亿 那么我们翻十倍 大概就能知道目前银行不良贷款应该有32万亿左右 而整个银行业全年的利润 去年也就只有2.3万亿而已 大家想想多可怕 这些不良贷款可能要让银行回吐10年以上的利润 多少年都白干了是吧 好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性银行由于各种债务和信用问题 已经让老百姓成了惊弓之鸟 这次仓州银行和恒大之间存在大额债务的谣言 就造成了几对事件 但是数额不大 并不代表仓州银行就没有压力 恒大一家有3亿多 那别的房地产企业呢 别忘了仓州银行的前十大客户名单里 还躺着两大房地产企业呢 而仓州银行自身公布的坏账率又很低 只有2%不到 现在银行业的坏账也好 各项报表也好 让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那就是都是有水分的 透明度非常低 因此银行报表呈现的欣欣向荣 又和大家生活中的观察产生了冲突 比如大家明明看到到处都有烂尾楼 到处都有房地产企业倒闭 到处都有各种城头债违约 但是银行的报表却丝毫不受影响 依旧是非常完美 稳步增长 一年更比一年好 所以当所有的公开信息都不值得信任的时候 大家自然更会被谣言和阴谋论带走 这是共产党掩盖真相本身必然会带来的反噬 我这里有一个不太好的预感 经过这次仓州银行挤兑事件以后 共产党可能要加快数字人民币的全面普及了 只有这样才可以把银行受挤兑这个风险彻底消灭 因为有了数字人民币 大家就再也看不到人们连夜去银行门口排队取现金了 没有了排队的人恐慌也就不会蔓延了 至于你想把钱从这家银行转到那家银行 或者转到数字钱包 呵呵现在就有很多限制了 主动权可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哦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